Spinner部分,那做完之後類似長這樣啦,你會發現剛剛我們有一個那個什麼呢 M的部分,其實就是Strings裡面有沒有,一二三四 四個東西呢,如果將來你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這個叫Spinner OK 這個Spinner你可以直接就把東西倒到這邊來 那Entries實際上就是說當你把它啟動的時候,它就自動幫你把這個 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String Array 那你名稱叫BOSS 然後呢你就是把這三,這四個東西丟進來 那不過他這個缺點就是他是固定的 因為如果你要改變裡面,現在有四個項目,如果你要多一個項目的話,你要自己在程式裡面修改 那如果說你要動態的話,未來可能要配合資料庫 因為資料,動態的去抓資料,因為你如果多一個項目嘛,那你要動態的,再去把資料放到 清單裡面,可不可以做當然可以啦 其實這很多實作都這樣,只是說我們初步 先做一個固定的,未來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動態的 第一個,Spinner大概長這樣子 然後呢,這裡面到底怎麼運行的 其實剛剛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 第一,先把這個String Array先完成 清單嘛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把畫面加上去 那基本上,我在Design的時候 這個地方上面,就是加一個Test View 所以你會翻成Test View 這個第二個是一個那個 就是我們的Spinner 所以你拖拉的時候,記得就拖拉正確 第三個是,也是一個Test View 所以將來,我要顯示的 上面這個Test View只是一個,有點像是 Title,它的名稱而已啦 沒有作用 主要的作用是,當我點這個Spinner的時候 下面這個訊息提示的Test View要改變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叫T01 上面這個叫做,那名稱當然你將來可以改了 這個上面叫SP01 這個是T01,所以這兩個將來是 我們在畫面上會被改變的 所以將來在程式設計 就是在 可能也是一樣,先宣告連結 再去做一個事件處理 那當然程式就完成了 那裡面可能比較重要的第一,Spinner 它比較特殊 因為它是一個清單,不像之前 就是放一個東西 Test View只能放一個東西 如果你要放多個東西 沒辦法 那比較特殊的是這個 Entries這個屬性 那這個在 舊的版本 其實點下去會跳出來 不過新的版本 為什麼跳不出來 後來發現原來要切換到 那個什麼 切換All Property的時候呢 它才會跳出來 在你的精簡模式裡面 是沒辦法跳出來 這個到底是 所以有的時候 那 Entries的話呢 就是 你就找一下 屬性 在這裡 最重要的屬性 點旁邊一下 不過 點旁邊一下 我把它Delete 掉 它會跳一個 剛剛可以跳 現在又不能跳 這是 OK OK 不過 你會發現 即便跳出來 它好像也少了 可以選那個 Array的一個選項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地方可能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說 將來你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們 還是選擇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這裡 我記得在 Eclipse裡面 它可以跳 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是 這個地方可能要自己稍微 記一下 也許直接在這邊打一下 什麼 意思是說 我的資料在哪裡 再一個Array 然後一個正斜線 正斜線 不是反斜線 正斜線 這個方向 然後呢 後面告訴他說 在Array裡面有一個名稱叫boss 請你去幫我去那邊撈資料 幫我放進來 大概就這樣而已 Enter一下 就完成了 只要這個名稱沒打錯 還有大小寫 不能打錯 因為它有區分大小寫 那這樣的話呢 將來你執行過 它就會 長得像這樣子 那裡面 我覺得比較重要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叫做 Spinamo 在Spinamo 預設的話呢 是桌盪 桌盪的話 長得像什麼 就像這樣 這個叫桌盪 可是如果你不喜歡桌盪的話 它另外還有一個選項 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Dialog Dialog的話 其實就是類似像對話方塊 前面我們有個叫 RN Dialog 長得就像RN Dialog 所以Dialog 它就 如果你希望 不要像這樣的模式的話 其實你只要改一個叫 Spinamo 不過它也只有兩種 沒有第三種 如果你要讓它多彩多姿 還挺麻煩的 因為如果你要讓它 有其他的變化 可能要自己設定一個叫 自己設定樣式 Style 或者是設定它的版型 放進來 改變它的版型 不過那個部分 難度又更高 我們用簡單的Dialog好了 假如把它改成Dialog 再把它重新再 讓它RN一下 理論上如果你都沒有錯的話 它會重跑一下 點下去 Dialog OK那哪一個好 你大概就自己習慣就好了 但是呢 這個不好意思 這個比較好 我是覺得反正修得出來都好 我們修不出來都不太好 OK 那Spin呢它比較麻煩 就是說它會有那個array的概念 很簡單因為它是清單嘛 所以你要對應的就是一個array OK 那再來的話呢 它有一個問題 很重要的 其實 一般的書裡面 大概講到這就 就沒了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 同學問最多 老師可是做出來 這個東西如果給人家 人家會覺得 這個app 感覺好像 很 黑白吧 OK 好像缺了什麼顏色 所以如果你要把顏色加進去的話 理論上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像之前Test Music 有一個屬性叫 Test Color 你就把color 選一下顏色 放進 馬上變彩色了 可是問題 那個在Spinner 就沒這麼簡單 因為 Spinner它是多個 而不是一個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它變彩色的話 請各位參考一下 其實我底下有說明 123 你如果要變彩色的話 可能要 改變的地方還蠻多的 長得像這樣 比如說我希望 讓它 清單的部分變紅色 下拉清單 變成藍色的話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你必須要分兩個地方去做 而且 在Spinner裡面要變顏色的話 還頗麻煩的 剛 你做到剛剛那裡 應該比較簡單 可是如果說你要做 後面 的動作的話 稍微麻煩 你必須要做哪 你必須把上面跟下面 分開來 產生兩個版面 版面的部分的話 可能需要有一個 這個上面一個 下面再一個 必須兩個版面 而且 城市部分 剛剛我們幾乎沒寫城市 只有寫一個 好像點選 點選他的時候 讓他秀東西 像剛剛點的其中籃球 下面要變籃球 最喜歡的球類運動 是哪一個 那其實只要 去實做底下的東西 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要變彩色的話 可能就稍微 比較複雜一點點 哪個地方變複雜 就是你可能要兩個版型 那這兩個版型 要怎麼產生 要怎麼做 另外 做完之後 城市還要再重寫 變成說 你可能要利用那個 一個叫做 Array Adapter 剛剛是直接 Entries直接引用 可是如果說你將來 要改變版型的話 變成很多事情 又要重新再來過了 也就是你要重新指定什麼 它的MVC 重新要指定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來 完成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 最喜歡球類 反正至少是黑白的 先完成 待會我們來看 如何讓它變彩色的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